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 很快就來到卡洛斯的遊靈開始 古典結他製作法的第三集 在第二集的時候我提過 我已經用了幾十個小時做結他 還有告訴大家 有些製作結他的專家說 做一個結他要用二百少許 很多人就很疑問 這樣做結他法更得了 就算是大師做過十萬八萬的結他 做二百個小時你都不能回本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做二百小時太誇張了 幾十小時是必須的 而卡洛斯這次用多了時間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第一次做 我整天想著我已經曾經 從零開始做過這個小結他 應該DIY的結他工具有齊 誰知道我一邊做先一邊發覺 無論機器工具 甚至連結他盒 我都要逐件逐件買回來 所以在過程中 當你發現不夠東西用的時候 才去網購 又要等幾天了 不單是浪費時間 還要浪費錢 因為每次郵扣的東西過來 都要運費 好像第二集之後 我已經將結他做到這樣 為何我還要等了那麼久 才拍第三集呢 大家就要看我今次買了什麼 回來 就好像剛才所說 結他盒我都未買 用了那麼多時間去做結他 當然是買個高級的結他盒 就盒裝著它 不單是顏色漂亮 裡面還軟軟軟很舒服 那到工具了 為了安裝這個 一排三個的旋扭 每個洞相隔35mm 而琴頭兩邊是斜的 你用人手轉洞 很難轉得準的 於是我就買了一個這樣的裝置 算是一個轉古典結他旋扭控的一個武具 你看一下它的設計 很巧妙的 這樣夾著琴頭 無論是琴頭幾厚幾薄 都能夠控制三個洞 只在中間 既然這樣就不搶載了 為了滿足我的虛榮心 我又買了一套 玫瑰木造的旋扭 來襯上紙板邊將會貼上的 玫瑰木邊條 好啦 既然材料真的來了 時不遲 我們開工啦 去到第二集尾部 大家看到我已經將紙板貼好了 整個結他都成型了 那還有什麼好做呢 其實就是琴柄的問題 因為琴柄太厚太薄 對彈的人來說都是不舒服的 所以先要用蝴蝶跑 跑到厚度差不多 然後再用目措呢 來收回接駁位 舞球這個琴柄連上紙板 最薄的地方大約是19mm至21mm左右 至於琴柄和琴身連接這些地方 有很多曲線圍 亦都要細心打磨到順滑 而琴頭中間那兩條坑呢 裡面非常粗糙的 一定要打磨一下 至於紙板上面的品絲 就要做一個抓平的程序 什麼叫抓平呢 就要將所有的品絲 都打磨到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將來的現線才不會打磨的 至於紙板的兩側 有些人就不會理會它 但是卡洛斯拉為了探領呢 就準備了兩條玫瑰木的邊條 打磨好之後呢 我就將這兩條邊條 用太棒膠 黏在紙板的兩邊位置 而黏的時候呢 我都是創用皺紋膠質 將邊條固定 然後呢 乾了之後呢 我們再用刮刀 將邊條修正到 跟一個琴柄順滑連接 之後呢 就要用到剛才介紹的那個舞具呢 來在琴頭上面呢 轉上這些船樓的位置 船樓的軸心呢 是直徑10mm的 所以我們固定了舞具之後呢 就要準備10mm直徑的鑽嘴呢 在三個位置上轉下去了 轉完之後 自然要把六個孔的邊邊都打磨一下 好了 接著就要真真正正進入一個漫長的上七程序了 上七前呢 首先要把紙板封在紋膠質先 因為紙板呢 就不是上重膠質的 而是應該用紙板油去潤滑一下 而在上七之前呢 我真的建議大家呢 要用幼的木工沙紙 將整個琴的每一個上七部分呢 都打磨得光滑 否則等上了七才見到一些地方呢 有花痕呢 到時就要將七面呢 再剷除 又再打磨過了 現在我所用這種透明的重膠質呢 它的配方呢 是特別為樂器調配的 一般開始上七的時候呢 我們是會先上結他一條花邊的 為什麼呢 因為花邊呢 就有一些深色的木呢 如果那些深色的木呢 接觸到重膠質呢 就會脫色了 那如果你不小心呢 將這些色素呢 擦了上去那塊雲纏上的呢 那塊雲纏就會變成很醜樣的了 但只要你好像剛才這樣 用重膠質 將這條花邊呢 封邊幾次 就可以封住那些色素 不怕脫出來了 那接著呢 你就可以換一塊乾淨的布 安心地為那塊雲纏面板上七 而不怕弄髒它了 至於背板和側板 因為是玫瑰木來的嘛 脫色就一定的了 所以用回剛才那塊 染了色的布去上七都可以 而擦柄呢 因為是桃花森木來的 顏色都比較淺 都是要用乾淨布比較好些 而擦頭的面呢 因為擦了一塊玫瑰木的 所以都是用那塊染藥色的布來上七 由於重膠質呢 是酒精所調配的 所以都很快乾的 當你完整地油完整整個琴之後呢 開始油的第一個位置已經乾了 所以你就可以進行第二針了 於是這樣做了三四針之後呢 漆膜呢 就已經有相當的厚度了 之後呢 我就在我那套上七套裝裏面 找到火山枯這件事 那究竟我來做什麼呢 那原來雲纏的表面呢 都挺滑的 但是玫瑰木和桃花森木呢 上面都有很多氣孔 那於是呢 我們就要把火山灰呢 塞進去這些氣孔裡面 然後用乾布濕了酒精 在有氣孔的木材表面上面呢 打圈這樣搓 那這個動作呢 就會利用那些火山灰呢 和那些木頭呢 作出摩擦 最後火山灰呢 就會混和了酒精和木碎 一起塞進了這些氣孔裡面 而將這些氣孔填滿的了 那這個時間呢 只要我們包一個大一點的面球 軟軟軟的 擠多小松加下去 等它吸收 然後就可以進行第二輪的上七工作了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第一輪上七的時候呢 我是順著木紋來上七的 而今次呢 我就是打圈這樣上七的 因為打圈的上七法呢 可以讓漆膜呢 盡快地疊厚一點 那打圈三四浸 加上之前順紋那三浸呢 就已經有這種反光的效果了 至於上了火山灰的地方呢 也是打圈這樣加三四浸 效果呢 和面板都會差不多的 但有可能三四浸之後呢 你會發覺氣孔味完全填滿 那這個情況呢 你就要重複火山灰步驟 然後就再做第三輪的重膠七了 咦 來到這裡呢 卡洛斯突然醒起 紙板上呢 是有一樣沒做的 因為卡洛斯呢 自己彈結他好衰的 是認不到第幾格琴格的 於是呢 我就在第三 五 七 九 十二格都轉個洞仔 然後插一支白膠進去 做一個琴格的記號 將多餘的白膠剪斷了 落些五零二 再做打磨 和再上七 那將來彈結他的時候就方便得多了 那接下來的工作呢 都沒有什麼特別可以描述了 因為都是不斷不斷不斷地打圈打圈和打圈 那究竟要上多少浸呢 這個真是見仁見智了 有些人呢 就說幾十浸 有些人就說幾百浸 而卡洛斯呢 就早五晚各一片 每一片呢 都落兩三浸 就這樣呢 就做了三四天 那我相信都應該有幾十浸的了 暫時來到這一刻呢 我就得到這樣的效果 但是就不要立即拿去拋光啊 本來呢 卡洛斯想著拍完第三集 就已經可以將這個 遊靈開始製作的固定結他完成了 但是呢 又為什麼到現在呢 結他還未彈得呢 很自然 就因為我低估了這個打磨 上七 和拋光所用的時間 雖然到現在呢 你見到結他已經有一個反光的表現 但是其實我還未開始拋光著 因為漆膜未乾透呢 你勉強拋光 有機會會破壞漆膜的 所以這次呢 在做結他的過程裡面 我又學到一樣東西了 就是要有耐性 千萬不要心急 那我現在呢 就打算把這個做好漆膜的結他 放在那裡等幾天 或者一個星期 然後再用水磨砂子去打磨 之後再上立拋光 那這樣呢 就可以真真正正保護漆膜了 那當然呢 要等拋光之後呢 才可以上琴橋 上延樓 和安裝延線等工作 那所以如果大家要聽卡洛斯彈奏 這個由零開始做的古典結他呢 最少要等多兩個星期了 好啦 今天我回到這裡為止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的影片的 請訂閱 記得讚 和分享出去 拜拜